在中国毕业及失业不是随便说说 想找份好工作到底有多难 中国青年就业难 不花巨资上不了班 国企与央企的职缺行情 分别是人民币20万和45万元 没停座想要面试得先花钱 中国媒体新浪科技 以我在小红书上花巨资买工作为题 踢爆中国就业困境 力拼早日攒够30万 回家乡买份稳定工作 这样的观念和需求 催生了一条产业链 报道指出一名应届毕业硕士生 多次求职碰壁后 发现自己面试的工作 竟然要砸下14万人民币 相当于新台币61万元 才有机会入职 还有受害者PO出聊天记录 对方表示受害者应征的工作 是有偿安置的 还打爆票只要花了钱 而且符合基本条件就一定能进 报道说在东北不少城市 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 需要花人情费并不新鲜 面试都是假的 花钱才是真的 报道揭露在小红书等 中国社交平台上 有不少打着企业咨询服务 名义的公司 实际上是做工作买卖 怪羊头卖狗肉 仔细看看合约也是漏洞百出 但仍然一堆人上钩 全因为看准了中国打工人的 这个形态 总有人告诉你 要找份体面的工作 为了一份有面子的好工作 很多人不惜砸下重金 中国就业市场 恐怕比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夏丽新闻 柳焦鱼报道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